大家看节目可能会觉得 我的这一期月讲章有道德讲的感觉 我先讲基督的荣耀 然后现在来讲 耶稣被抛弃 有关耶稣受福的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诗篇第二篇 第一到第三篇 我有两处列了两处的经文 这个您早上听起来 我来说 我有列了两处的经文 第一处是在诗篇第二篇的第一到第三节 第二处在二十二篇的第一节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只会在第二篇的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就先念这一部分 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三节 放到我来念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是 世上的君王一起一起起来 承载一同商议 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高者 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 脱去他们的绳索 好 在这里面呢 在这篇的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这个画面 就是一群很有地位的人他们在秘密的开会 但是呢这个秘密的开会呢 显得他们非常的慌张急躁 在这个画面里面在我所读过的书里面就是印象最深刻的 是米尔顿的有一首诗歌 很长的一首诗歌叫富乐远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Paradise Lost 但是呢他还有另外一部是 Paradise Regained 就是富乐远 在那一首诗歌里面呢 声音好像 哈喽 在那个诗歌里面 是讲到一个魔鬼 他得到了一个信息 说有一个人要来了 然后呢这个人对我们会有一种致命性的打击 他说我们一定要不能让他顺利的计划顺利的实现 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来挫败 然后那个地狱里面的气氛就很紧张 然后呢这个小鬼们就想 这个撒旦是他们的仇 圣经榜战跟上帝争斗了这么久 没有一件事情让他这么紧张 这么恐惧我 可见这个人来头肯定不小 然后这个魔鬼就说了 大家知道这个魔鬼或撒旦在圣经里面是单狮 就是只有一个 其他的都是属于回着楼楼门 然后呢 他就说了 这个人是非同小鬼 他说一般人我都不把他放在眼里 我很容易就可以让他失败的一败重顶 但是呢他说这个人很不好对付 结果他说你们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计谋 全部今天全部都给我贡献出来 结果呢 那个贪心的那个鬼就说了 他说这个很简单 我只要弄点好处就能够把这个人给离倒 结果那是闭嘴 然后他说你忘了 曾经在这个古代的希腊 古代的罗马 他说你的这个计谋 已经当多少凡人都抵挡住了 他们都拒绝接受你的这个计谋 想想这个人是何等人物 你这还有用吗 结果呢大家都很紧张 那就是那些最有计谋的 经常能够让人让人没有无法抵挡的那些计谋 全都没有用 所以最后呢 所有的那些鬼都没有办法 怎么办 只好撒旦自己出来试一试 那就回到了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故事 就是试探结束 大家知道为什么呢 我说这个故事是因为有一大群人 在尼尔顿的那个诗里面是那些鬼啊 最最有影响力的鬼 他们在很紧张的开会 他们坐立不安 但是他们又在那里什么呢 开一个非常隐秘的会 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不是鬼是人 是世界上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人 他们在一起干什么呢 这样说外邦为什么争闹 争闹这个字呢 不是指他们开会开得吵起来 好像我们平常看到大家开会的样子 哪个国会开会的样子 不是的 这里的争闹的意思是指他们坐立不安 他们非常惶恐 他们不知所措 所以呢他们再聚在一起 然后说万里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这个很有特别的一个字是谋算 这谋算呢 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就是咒业思想 耶和法的绿法的那个思想 很特别 在第一章里面那个人是蒙子 他咒业思想 耶和法的绿法 在第二章里面 这些抵挡基督 抵挡上帝的人 他们也在思想 但其实这个字的在 西伯来文里面呢 它不太有 我们很多英文圣经翻译 就是默想的那个意思 是指他们亲身的说话 念念有识 或者是在这里是指他们压低声音 在怀着一种仇恨 咒罢怨恨 然后干什么呢 切切私欲在商量一个 大家看到电影的那个镜头 就是就是一群人 然后呢把声音压小 然后干什么 要要图谋一个很 很很很阴谋 很大的这个阴谋的时候 同堂都这个样子 对不对 然后一起 然后很细声的说话 他们要说干什么呢 他们要一起来 要商议 要抵挡上帝 要抵挡 并他们受高者 然后呢 说呢 我们要挣脱他们的红绑 脱去他们的绳索 所以在这里 这个圣经作者 在第一个词里面 就指出他们的这个举动 是不正义 是不合理 他说为什么 why 就是说这些人 他们是在做一件事 做一件不正当的事情 他们就是密谋 要来抵挡 上帝和他的受高者 我们要注意 这里面提到是 万外邦和万人 世上的君王 还有什么 承载一起来 这表明 敌对上帝的力量 不只是一个个人的 他是一个整个的代表的文化里面的精英系统 他是一个敌基督的文化系统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他所遭受的这个敌打 他不是一个某个 只是你个人的不愿意接受 而是有一个很庞大 在这个世界上面最有影响力的 那些最聪明的 最有权力的人 的一个整个系统的抵挡 我等一下会具体的来来 这个分析这个世界 那我们看到他们究竟 他们要干什么呢 他们这么开会 他们要抵挡上帝和基督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说 要挣脱他的捆绑 他的绳索 他把上帝的 上帝的 上帝的 绿法 他把上帝所赐下公义的准则 他把上帝所赐下的这些的 这些的爱的 爱的命令 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捆绑和绳索 大家知道 今天反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什么 就是我们不要那些道德 我们不要那些教条 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自由 是不是 所以这个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有有很很因为过去一百年来我们华人世界都对这个自由对这个民主权力的这个词非常熟悉 虽然还没有什么实现但是我们对这个字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们会被那些那些诗歌说什么 若为自由故什么 生命成可贵 爱情价格高 若为自由故 恶者皆可刨 对吗 那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 那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 法国有一个应该是罗兰夫人 他讲的一句话说 自由 自由多少罪恶以你的名义去做 所以我们要想他们真正说最终的理由 他们给出了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要自由 所以我们上帝和基督所所给的我们这些都是什么这些是一些教条是一些那是一些的我们不能够接受 所以我们要的是自由我们要的是其实他们真正说出来一句话就是我们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做主 我们不要敬拜上帝我们不要服侍上帝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就要做上帝 我们看到在亚当堕落那个故事里面那个蛇引诱夏娃那个其中一个蛇诱人的那个那个原因是什么 不是告诉夏娃说你真的要试试这个禁果那他吃起来真的是又嫩又甜又汁 他没有话他要说什么 他说你一定要试试这个禁果为什么吃了以后你就可以了吗 像神一样这是一个很诱人的理由 他们这些人出来来抵挡上帝 他们实际上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让上帝做上帝 我们要自己做上帝 所以理采说一句话说我不能信上帝 为什么因为我信了他我就不是上帝 那我们来看到他们做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他们最终所表达的就是要自己做主 其实我在第一次在这边来讲到的是他是主 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开头我们信仰最根基的部分就是你称谁为主 所以在这里对上帝的抵挡他要表达的是他要自己做主 但是在这里面呢我要再解释这里面呢有两个很特别的很调诡的很不可思议的很难解释的就是就是paradox 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们要挣脱开上帝的神手 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那些原则给我们那些的所谓的神手是什么 是持神爱手一个挣脱开上帝持神爱手的人他就会陷入到那种荒芜那种恐惧的那种面对永恒审判那种永不安宁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没有安心的这个灵魂的这样一个状态 但实际上我们只有在上帝这种持神爱手的牵引和耶稣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 我们看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要用很有影响力的用他们能够能够表达的那种方式呢来抵抗上帝 他们想要用自己的强势来这个胜过智障 胜过这个上帝给他们的这些他们不能接受的这些的这些的原则 而要让自己做主 但第二个这个paradox是什么呢 上帝好像在这个世界里面表达的非常软弱 特别注意 我们看到那些人出来抵挡上帝的时候 上帝没有没有这个一喷气 他们全部都灭亡了 而好像他们真的胜利 这个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我们看到这个耶稣被抓的那个场景 当他们来找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你们找谁呀 他们说我们找谁 找拿撒勒人耶稣 然后耶稣说什么 说我就是他 结果那些人呢 全部都倒在这个地上 他们就就就往后倒在地上 在那里面这个 在约翰主义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多微妙的地方在里 耶稣讲到我是他的时候的这个原文没有他 这个我是 这句话的意思 其实约翰有一个双重的用法就是 当他们问你找 当他们说我找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我就是拿撒勒人耶稣 但耶稣同时表达我就是那些自由拥有的上帝 他们为什么站立不住 约翰在这里为什么要表达技术 他们都倒在道 就是往后倒在这个地上是因为他们在上帝面前根本站不住 有一个加拿大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牧师他说一句话说 他说耶稣那句话一定是讲得很温柔 他说我就是 如果他说耶稣在那里很愤怒多着讲说我就是 他们当场就变亡了 但是我们看到那些人来抓耶稣的时候 耶稣是怎么做很暖弱竟然被抓 在他们在抵挡上帝的抵挡上帝的这些行为里面 我们看到上帝表现出来好像非常暖弱 上帝好像胜不过他 今天反基督教的各种文化各种势力非常嚣张 上帝好像什么 好像没有始终没有像下面所说的用铁杖什么来挡护他 如同摇将将瓦器摔碎一样 有的时候基督徒被逼迫 基督徒被压制会感到很愤怒 希望上帝能够伸手伸张公义 但是上帝好像很暖弱 我讲的为什么说这第二个卡拉高的事呢 就是上帝在暖弱中来章权得胜 上帝不是以报还报 上帝不是用那些他们想要 他们以为自己能够胜过上帝的方式 上帝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 而上帝是用事以暖弱来章权他的荣耀 耶稣在把他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 说温柔的人有福 因为他们必怎么承受地图 耶稣就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榜样 他以温柔顺服之时 神就将万有什么都吃给他 他就是被神立定身为至高 所以上帝在这种温柔 在这种暖弱中去胜过这些敌对的力量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个经文里面 有两个很大人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到在第二篇的整个诗篇的背景 因为我们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就没有介绍第二篇的可能性的几个背景 如果有兴趣大家自己去看一些参考资料 如果您很懒也可以来说我 但是我想说这个诗篇第二篇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上下文的背景里面 是关于上帝之子登基作王的故事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仇敌的反对的力量 是多么的强大 但是上帝的米赛亚用温柔 用温柔 确计什么 确计生活 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解释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在这里上帝借用那种方式来开始 他掌权 掌权的时期的到来 在这里在第二章的第七节说什么 说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命 上帝透过基督的使以复活 他全面开始一个新的时期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字 我们常常受到这个特别华人教会 受到这个时代论的影响以后 这个末世这个字 我们的末世 我们对我们来讲 就是指耶稣再来前的几个礼拜 或者那几年 所以那个就叫末世 但是在新约里面 末世的讲是指 耶稣基督复活 就开始了一个 the coming age 是指那个来临的时代 所以这个末世是指 耶稣基督开始掌权的日子 什么时候开始 只有上帝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命 这句话不是表达 上帝跟耶稣基督之间 永恒的关系 不是指那种 在永恒里面 复职的这种关系 而是指 耶稣基督到从肉身 因着他的降杯 软弱受食 神要 神立定 他为比赛亚 为主的一个见证 也就是他要作为上帝 上帝在这个新时期 在这个末世里面 所立定的君王 所以这就是一个登基大典 大家还记得我讲到 那个福音这个字的三个用法 其中一个是皇帝的儿子 生出来的 这个叫什么 福音 第二个是什么 是皇帝很多儿子 挑了一个字 儿子立为太子 这个叫福音 第三个就是这个皇帝的 这个新王登基 这个叫福音 所以在这里就是指新王登基 而我们看这些人来反对上帝 和他的受高的 但是上帝却已经什么呢 上帝却已经立定 上帝已经宣布 耶稣基督掌权的日子到了 而这个掌权的日子是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我们所想象的是 跟犹太人想象的是差不多 就是那个米赛亚的到来 就是干什么 就是要复仇 打败所有曾经灭带过 或者是这个战 打败过这个犹太人的这些民主 然后呢在耶路撒冷坐往 全世界呢 都把他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朝拜 他真正意义上的做什么 做地球上那种独一无二的霸主 中国人喜欢武侠小说里面的那个武林盟主 但是上帝却是暖和的 让我们不能够想象的 没有办法理解的方式来开始他掌权的日子 所以我在这里要解释的是指 那个他们要用铁杖去打败他们 是什么意思 在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日子里面 神透过这个铁杖打败他们 而其实在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放弃自己心中的那种 狂妄对上帝的抵挡 不再做耶稣基督的敌人 而愿意成处 愿意去顺着他 就是我们的心被基督装死 我们的心灵被基督的十字架破碎 这就是一个蒙恩的故事 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经文在新约里面 究竟是怎么样应用的 我们看在彼得在《持徒行传》第四章里面 他讲到弥撒亚的来临 他的圣经里面所说的果然应验 就是指这些世上的君王 曾在一起来干什么 来抵挡耶稣基督网和他的受告 并且把他杀 我们知道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十字架上面写着文字 那个写着文字有几种 三种 有希伯来文 有希腊文 还有什么 拉丁 我们看到钉十字架 在当时如果光写希腊文 应该就OK了 因为现在写希伯来文 也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能念 因为古代不是每一个人都读书 还有一个是当时的亚人文已经非常的流通了 所以一般正式的希伯来文文念的人是少 只有一少部分人正式产和解救 所以他们钉耶稣十字架是用最双眼的方式来进行的 所以他写上希伯来文 然后写上这个希腊文是当时 希腊文就是现在的 瑞士现在的英文一样 是国际语言 然后为什么这个拉丁文还要学上 这是政府的官方语言 所以耶稣钉十字架 他们用三种语言写在这个上面 这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 一个是历史事实 但它也是一个语语 这个语语就是指 当时的犹太 希伯来文代表的是犹太宗教 希腊文代表是希腊的文化 或是希腊的哲学以罗马的政治 三方联合的力量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看到把耶稣钉十字架 集合了三种以你为傲的文明 我们今天做任何学问 基本上你都离不开这三个文明源头 无论你做哪一个行业 哪一个专业 你要开始研究历史 要讲到理论基础的时候 always不是希腊不是希伯来 就是罗马之类的 那我们看到在这种三种 在人类人类史上被认为最值得 夸口的这种文明 是这种文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我还要再多讲一个故事特别观点的就是 耶稣钉十字架绝对是很民主的方式 大家看到吗 比拉多期间并不是很有意愿去处使耶稣 但是大家也不要以为比拉多是什么好人 所以为什么他对他来讲 为什么他就不坚持不处使耶稣呢 第一是因为犹太人既然这么恨耶稣 要把他除掉了 他也不小心得罪这些百姓 这好像看起来他很体察迷意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耶稣既然这么有影响力 早点除掉了 对他在这个地方也是个好事 为什么 因为他免得在他执政的日子里面 有越来越多的这个麻烦闹事 但是我们看在这个耶稣用这种最民主的方式 用这种最文明的最正式的这种方式 把他除使 刚好就应验了圣经里面说 那些君王成宅 那些他们来一起商议 那些本来他们之间本来都不怎么来往 甚至彼此仇恨 但他们会因为什么呢 因为要除使耶稣 他们会成为朋友 所以叙利网跟比拉多 跟那些祭司长 他们什么那一天都成了朋友 他们一起商量 最有权威的 在巴勒斯坦那块地上 最有影响力的那些长官们 那个宗教领袖 那个犹派的这个殖民地的地区的 分封的王 以及这个执政长官 他们一起把耶稣钉持之家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基督是一个来到 是被世上这些所谓人类的文明 所谓那些掌权者 所谓那些精英系统所抛弃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例子里面 告诉我们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它奠定了一种永恒的方式 或者说一种在历史里面 必然的一种展现的方式 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的遭遇 不只是在巴勒斯坦 它其实在整个世界上面 它也是被各种文明所抛弃 我们 我在这方面看到有一本书 就是非常非常的深刻的一个标题 叫被损害被污辱的 这是一个很出名的 有一个美国的文学评论家认为 他是人类史上所有文学家里面 写出了最深刻的作品 这个人叫托斯科优斯基 那这是他的第一篇的 比较重要的长篇小说 他这个里面被损害 和被污辱的形象是什么 就是里面就是一个 包含的这个隐喻 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 就是被这个 那些 他的这个描写的场馆是 德国人 俄罗斯人的那些 有文化的人 常常在这个酒馆里 在咖啡厅里面聚聚的 但是身边的那些 那个被污辱 被损害的 那些看起来是微不主道的 那些善良的人们 在这里反射出的就是 基督的形象 那我们 我们看到这个 在这个耶稣基督就讲 我们在中国的 在中国的这个当代也好 我们不讲远古的 就是讲在当代的这个 基督教在华的传播的意思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 很激烈 或者说是非常 非常不人道 甚至是非常残暴的方式 来对待 对待基督的教徒 你们知道这个 很多知道 我想我们有没有 清华大学出来 很多人知道 为什么会有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就是因为 中国义和团杀了太多的 这个美国的牧师宣教士 然后中国后来呢 就是战败就是要赔偿 那赔偿呢 赔了这些钱 很多别的国家的钱都拿走 然后美国呢 就说 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 百费带心 他需要一所好的学校 所以就把这个钱 建了这个清华大学 所以这个清华大学的根基 是宣教士的学 我问到很多这个基督徒 的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他们都不知道 原来我们大学是这么来的 就是我们 为什么会有这些的 这些学校是因为 被杀太多 有一个记录 我看到有一个教案的记录 一天之内 在山西的境内 就有两万个基督徒 一天之内被杀 那种是一种 非常野蛮残暴的这种方式 但是我们不要讲的是 不包括这样 还有包括什么 包括文人 中国文人写了多少书 来讽刺 来谴责 羞辱 咒化的基督教 从明朝开始到现在 一直没有断 除了这个学者 学者们各种的 就是世代中 各种的 比方说在明朝 他们基督教的另外一个外号叫什么 叫太西邪教 就是太西就是西方 所以就是太西邪教 而在这个中国民间 在中国民间的各种 艺术表达方式里面 我有个朋友写了一个博士论文 就是写耶稣在民间 中国民间的形象 他收集了很多这个各种简直漫画 在近一百多年的这个历史里面 耶稣用各种的被丑化的这种形象 所以他原来的这个这个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 以被损害以被污辱的 但后来扩展到了 我看了其中只有两张是专门比较专门讨论 这个耶稣在中国民间的形象 我今天有其实我有一张slide 是一个PPT本来想给大家看这样发一张 就是呢在早期在罗马 现在在罗马找到一个涂鸦 大家知道在这个罗马找到一个涂鸦 你们知道这个涂鸦文化原来有这么渊源 悠久啊 这是二世纪 这是二世纪的一幅画 在罗马的一个墙壁上找到了 这个写的是希腊文说什么呢 下面有英文的翻译 说这个这个人 这个Alexandre Menos 他敬拜他的神 大家看到这个画的这个年轻 是个年轻人 表示他是幼稚 然后他在干什么呢 举举手来向这个敬拜 就向神敬拜 为什么有一个十字架 然后呢上面是一个驴 所以就是就是讽刺这个耶稣 耶稣这个年轻人信耶稣 基督就是他在拜的驴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 这是在第二世纪的时候 对这个基督教的一股羞辱的这个涂鸦 而我们看到有这种的 这种各种的类似 在现在的美国的一些摇滚乐的 的一个一个一个唱片的封面 大家知道是什么 十字架 然后上面画一本猪 这是这是非常典型的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摇滚乐 摇滚乐这种这个rock 升得来它是一种宗教 它是一种对上帝 具有很深的这个这种挑战 就是宗教 它是一种很深的宗教信念 向上帝挑战 还有很多的这个敬拜魔鬼的 这个传统 那所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基督教的基督 在人类历史里面 被所谓前卫的 有权 有权 权柄的 这些文明的这些的势力所敌对 但是我们要看到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遭遇 做基督徒我们就注定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要遭遇被损害 被污辱 我们不是在这里 抒发我们的不满 我们以此为荣 那我们要看呢 在保罗的 在保罗对这个世界的诠释 和这个行动里面 他到底是怎么回应的呢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他讲到 他到在这个犹派人和希腊人中间 在这个罗马帝国里面传福音 保罗说 犹派人是要什么 是要神迹 这是通常能相信宗教的 基本上的一种 一种动机和盼望 就是这个宗教是有能力的 是能够产生一些 让人很惊讶的 让人做人所不能的 所以凡是你生命不能绝症 不能好啊 只要一信 只要一祷告就好 那这个宗教一定是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对宗教 就有这种奇迹的盼望 在任何的灾难 任何的苦难 任何的不幸中 他都能够什么 都能够化解 所以中国人烧香坏火 就是为了逢凶什么 化极对吧 而如果这个逢凶化不了极呢 那个他马上就丢掉了 只要 只要听说哪个比较 比较行他 然后去找另外一个 希腊人要的是什么 要智慧 那就是说这是另外一种人对宗教 要谈到一种哲学 谈到一种宗教哲学 如果我们基督教把最核心 我们的信仰那些 比较当然讨厌的部分拿掉 我们就有一种艺术的 一种哲学的 一种生活态度的 我相信会大受欢迎 在中国大学里面有很多学者 他们有喜欢读圣经 他们就喜欢探讨基督教 但他们不是基督徒 那为什么 因为他的基督教代表了某种什么 一种文明或者说某种文化 他们很感兴趣 基督教里面有一些思想家 有一些艺术家 但至于耶稣这个人 他不怎么感兴趣 这是一种非常讽刺 我碰到一个德国留学的音乐家 我们曾经在网上有一些讨论 他说我写音乐 我发现 他说这个巴哈是 所有音乐家里面最伟大的 我说他为什么这么伟大 他说这个呢 我也没有兴趣再去研究 他说我只要在他的音乐语言里面 我能够感觉到他是伟大的 然后他说 我说那是因为巴哈这些音乐 是献给上帝 他是敬拜上帝 他说对我而言 巴哈就是我的上帝 我说巴哈说他不是上帝 而且他也不愿做你的上帝 他希望你认识他 是大位真正的上帝 他说我不关心这个 他说对我来讲 巴哈是我音乐世界的上帝就好了 这就是一个很讽刺 今天很多人喜欢基督教的一些 一些的文化果子 但他不愿意继续到这个根源 保罗说我在这些人中间怎么样直传十字架的使用 直传耶稣基督并定十字架 这是很让人讨厌的 为什么在第一世纪 讲十字架是一个很令人非常反感的事情 我们今天谈十字架是非常时尚的 大家知道今天十字架至少在无论什么人都佩戴一个十字架 都没有什么问题 在古代这是一个很恐怖的 非常非常就是血淋淋的 这个讲起来都是让人没有办法吃饭的这样的事情 但是保罗说我不讲别的就讲十字架 这就是一个很让人反感和让人很不受欢迎的 但保罗决定不讨这种犹太人的喜欢 不讨希腊人的喜欢 而直传这十字架的使用 为什么呢 这个具体的言语 我在二十二章二十二篇的第一节 那你说我的神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我去解释 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坚持 因为这个被抛弃的基督 这个人所不要的基督 保罗说什么呢 说人在这个十字架在得救的人 是上帝的智慧和当 在那些灭亡的人是什么 是愚主的 所以上帝就用愚主 人以为所谓愚主的方式来拯救 而上帝以人所为 人所以为的那种暖弱的方式来拯救我们 保罗他知道 在基督被抛弃 被这些文明的人唾弃了 这个里面有上帝的奥异 这个十字架有上帝的奥异 是我们真正的拯救的 我们得救的根源 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来思考重整我们的信仰 和我们的属灵生活 我想有三个问题是我们需要 需要留意的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是信仰怎样的一位基督 就是这位基督是被今天的精英文化 被所谓人类所代表的这种文明所抛弃的 而你相信基督 你选择你接受怎样的一位基督 我们可能更加希望的是 耶稣是这种最好是什么 是那种万人敬仰的超级明星 我们而不太愿意的是 耶稣是一个被人抛弃的这么一个形象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对一个好莱坞明星 这个信主了 我们微信赶紧放 这个微信赶紧放 然后你看看 某某的明星都信主了 所以听说周杰伦都出来办演唱会了 我们就非常的高兴 我不是说这些人信主不好 这些人做建筑不好 不是的 这都是很好的 但是呢 有的时候他会表现出来 好像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很渴望对正统 很渴望跟现在的这个文化里面 能够怎么样 能够联系在一起 如果整个好莱坞都没有一个是基督徒 我们会感到什么 好像基督徒很没用 是不是 如果今天的长城城的那些联合里面 好像都很反基督教 好像感觉基督徒都是什么 都是很笨 是不是 所以我们需要反省 我们信仰基督是怎样的基督 是一个精英化的 是一个明星化的基督呢 还是一个是愿意接受一个被抛 当期的基督 在上个世纪美国有一个被称为是 Pastor or Pastors的一个人 叫做Tolder 他说美国教会的堕落是因为他们对 他们所相信的基督的那个 基督的对基督的认识已经退化到变成一种 他提的一个名字叫实用的基督 Yusuf 就是说基督变成一种非常有用的 那种对我感觉对我现在的生活没什么用的 那个基督已经不被考虑 而只接受什么 只接受对我来讲是非常现实的 非常有用的 就是所以使得今天的这个成功神学大行其道 所以他在其实他在近 在在 我不太确切 他至少在五六十年前他已经看清楚 他这个美国教会越来越来越变相 就是他们对基督的认知 选择接受越来越使用 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我们就要思考的就是 基督与世界或者说马太人说基督与马门 我们到底要从哪一个为主 我不客气的说在我看到在今天很多这个成功的 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被认同 或者说有一些被列入精英行列的 就是说他对这个世界的那些规则 对这个对这个市场的这些的这些定价的这些 就是说有反基督的这些文化的这个认同和取舍这个部分 我们整体上来讲 我看到的见证并不是很多 我们那种设计 那种愿意为基督的缘故 我们不接受这些世界马门的统治 我们不愿意称他为主 甘心 令愿 我令愿可以收入少 我令愿可以工作 工作没有现在 现在这样的这么有名气的公司 但是我愿意要什么 愿意不妥协和不拜马门的这种见证是今天所急需的 尤其在美国这样实用的这无论什么都是讲究 以你的这个成功 作为你的发源权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 我们需要更加强烈的更加深情的表达 我们究竟在世界基督之间我们是站在哪一边 我们是遵从谁为主 第三个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 耶稣说 反不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的 他就不配做我的门徒 我们怎么样来见证这个世界是在仍然在上帝的统治之下 我们怎么样见证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尊重耶稣基督为主 那就是透过被十字架的方式 就是好像一种驱逐的 一种很让人藐视很让不被人认同的方式来彰显基督的如了 我在这里要特别插一句的就是 很多人常常觉得自己的婚姻不太幸福 就是说这是我的十字架 我要对你说sorry婚姻根本不是十字架 除非你的丈夫天天是什么 是像这个彼拉多对待基督一样的 或者说就是说什么叫十字架 十字架是指 不是为个人的你的这个失误 不是个人的问题 完全是一种为着上帝 为着信仰的缘故迫害你 这种才叫十字架 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你工作很出色 你什么都非常的正常 但是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 他就不让你这个 就是说他对待你就不一样 所以始终你的待遇 你的福利 你的工资 你的职位 就是纯粹只是因为你是基督徒 所以你才上帝去 这就叫十字架 如果你自己工作能力不够呢 对不起这就不 你说我很受伤 这就叫恶物十字架 对不起这不是十字架 十字架只有在这个意义里面就是指 你是完全无辜的 并且是为信仰的缘故 这个才是十字架 而我们被十字架去跟随他 这就是表达 我们愿意忍受这些所谓精英 所谓这些有文化的 有影响力的人的嘲笑和抛弃 所以这种方式来表达 上帝临在世界 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掌权 我讲一个小故事很短就结束了 我曾经有个非常特别的经验 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太太 我们一起坐火车从杭州到上海 然后在火车上呢 有一个人 就是我们没有位置 所以我们一起找位置 但是有一个人 一个人 站四个位置 然后我就 就站在他旁边 我说可不可以站两个位置 他非常不高兴 因为他本来脚伸到对面去 他说坐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 然后我看他很不高兴的样子 然后我说先生你有不舒服 他是不舒服 对他有点 然后他闭着眼睛 然后不舒服 然后确实有不舒服 然后后来不知道 我忘记了什么原因 我们突然就讲起来 讲得挺好 然后他问我 他说你干什么 我说我是传道人 他说传什么道 我说传圣经 圣经 他说你真的是讲圣经的吗 我说是啊 我正想问他 他说你想听吗 但是你知道他说 他说我也是基督徒 但是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说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我说我怎么知道 他说我留学过澳大利亚 留学过日本 全部都是全有讲学金的人 他说像我这种背景的 在日语国家 在英语国家 全部都拿讲学金的人 这个人是很少的 而且他说我是澳大利亚 那个大学里面 唯一的华人的 第一个华人拿全要讲学金的 我说好厉害 然后他说我现在在中南海上班 然后他说江泽民随我都见了 他说我一直一个问题很困惑 我今天问你啊 他说我看你呢 就是说这个不会骗我 他说我问你 你不要 你那时候还会用这个词 他说你不要毁我 意思就是说我问过很多 这个美国的故事 还有中国的故事 他们都把我当成乡下老太太一样 所以他说我气死了 我再也不去教会 但是你今天你要老师的回答我 他说中国这么腐败 这么多的问题 他说上帝为什么不出手 我写信给这个江泽民 他不回血 然后他说我祷告上帝 他也不回应 他说这个世界这么坏坏 这个世界这么多的问题 他说为什么这个上帝 他就不动一动 他的这个手指头呢 他说你说根据圣经 你认不这是怎么回事 我那个时候他在一边问的时候 我就在一边祷告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难的问题 在神学上是很难的问题 那个时候我又非常的年轻 然后刚刚开始在教会里面复制 然后呢这个我就讲了一个场景 我说如果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你再长 我说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会不会认为这个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 被钉死了 你会在下面说 上帝终于胜利 你会这么说 你肯定会说 这多么令人失望 整个那些盼望弥赛亚 几百年上千年的那些人 他们都在夺在这个弥赛亚 失望透顶 我说如果你在十字架下面的话 大概也就是这种反应 你看不到在这个最黑暗的 最失败的 最暖热的那个时刻里面 耶稣基督说成了 上帝的果度来临 上帝的掌权开始 上帝的胜利用这种 最毁以所思的方式 临到这个世界 我说你能相信吗 我说我们信仰的奥秘就是 看出表面的这种被抛弃和失败里面 上帝的胜利用掌权就在这里面 他说回答得好 他说你给我电话 然后那天我还听的是武清洁 然后呢 我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教导 他跟我才讲了很多 讲了一路了 我都要讲了一路 不过那天我也很感谢上帝 买的最好的 我这周围才碰到这个人 然后呢 就讲了一路 然后他就说自己在教会里面 多么不愉快的 多么不愉快的那些的造业 所以这些牧师和传道人 他就很失望 他说我今天 他说我要重新这个回家 决定回家教会 他就叫那个陈部长叫过来 说我要广播 然后他就广播 然后他说今天是什么母亲节 然后什么他说 因为上帝的爱 復服什么什么 那个车上哪个 所以我在这个 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在那个回答他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真的我从前没有这么想过 这是第一次回答 因为他的问题 但这个对我自己影响到现在都很深 就是上帝的掌权 就在那种软弱和被藐视 被弃绝和被打压 压破了 所以我们不要的是那种 罗马式的那种军事力量 来胜过这个世界 而是耶稣基督和他并 并打钉十字架 阿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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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